在這次市疫情的創集之下 全台灣的火口省火 各自青天關火協定和誠意文旅 在蘇格進行、市場公益 不及各家的主要和愛心 在各自老的文化公衆樓口 和民眾做火比手運關著火 除了鄉英共營之外 主辦黨委各自青天學會 又另外準備讓人驚喜的關火好累 各自青天學會表示 蘇格準備來到 但這次疫情的關係 有關火議員的民眾下降 造成火口存量不足的問題 為何四號火的民眾有火能夠使用 特別跟誠意文旅 在各自上流來的文化公衆基盤 關火活動 除了有準備的小禮物以外 也會竟然賞賞給關火500cc的民眾 加年花電壓票 以及更新榜提案更新 也希望借有關火活動的基盤 收集各界資源 作為幫助四號幫助的人 我們聖天關懷協會 就跟我們在地企業誠意文旅 也非常感謝戴董市長的力挺 就已經送完 不可成意文旅標示 後面來關火的民眾 也將賞賞500塊的入館多龍港 早上9點半活動開始之前 就民眾就是已經大牌 長龍到下一個路口了 對 然後他們我們的號碼牌 就是因為捐血站 它的服務時間是8個小時 對 所以前200名的號碼牌 就在開始 活動開始前就已經就發完了 後來有再額外加碼一個活動 就是說除了在文化公園這邊的 捐血站活動之外 今天同樣其實在嘉義市的其他捐血活動 等民眾都可以 只要捐血成功都可以拿到我們的500元的折詐券 嘉義關懷中心表示 無情會口尊量只存五天左右 你無情最欠的是B型以及O型的會形 也希望民眾擁有全翁嘉義關懷站 享應關懷 目前我們嘉南地區的血液庫存量 只有5.2天 離我們的安全庫存量7天 仍有一段距離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嘉義市聲聽協會 跟陳英文旅一起來合辦這場捐血公益的活動 一大早其實我們200個號碼牌就幾乎全部發完 在短短的15分鐘內 雖然說這場活動有很多人沒有機會參與到 還是呼籲我們嘉義地區的朋友們呢 有時間可以到我們的嘉義捐血站 或者是嘉義棒球場停車場的捐血地點 來響應捐血救人的活動 這一次關懷活動是今天協會第一次基盤 並三在家裡 也希望借有協會的力量 影響民眾關懷議員 為台灣的會口正一份心力 在未來協會也會繼續基盤各項公益活動 至少為該切六四十分付出 讓愛心討報告社會每一節的交流 聲音閃到民間的七彩虹報道 那我大概照顧了四個月 我都覺得我快要得憂鬱症了 他慢慢的習慣這裡的作息 我就開始慢慢放 那就是大概從半天 到現在他已經可以一整天 下午接他回去就可以了 所以他進步其實很快 尤其是心理方面的 後遺最大的人應該是我自己啦 他可以這樣子每天這樣子 很規律的生活 然後免疫系統可以提升 那對我們家人來講 其實真的減輕很多 不管是精神上或金錢上面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我們目前的長照 其實是希望增加健康的年數 然後我們減少在失能被照顧的年數 我們家醫師一向是全台灣長照的領頭羊 我們也是長照的發源地 所有的服務除了中央的服務之外 我們把它的品質做得更好 同時我們把它的服務項目也增加 我們希望我們家醫師 提供給民眾的長照服務 是高品質的 是有品質的 掛在臉上的笑容 還有他們的身體健康 這就是我們幸福的定義 都很幸福啊 很充實啊 很充實啊 都沒有時間站在那邊憂鬱了 就覺得很幸福 是要我生喔 全靈共享 世代一居 嘉義City 嘉義市